之後的話那個CHARGBT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它對於輔助我們在寫程式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它給的程式通常是 第一個比較瑣碎 而且有些東西寫的不夠精簡 第二個的話通常會有一些BUG存在 所以你要懂得去debug 這個當然如果你假設以目前現狀來看 如果想要用CHARGBT完全幫你寫出從頭到尾的程式 應該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還是需要自己花一點時間 可能去找出... 即便它給你的程式 你還是要把它稍微精簡一下 然後去做一些符合你的需求的動作 這個我想還是需要一點點的努力 不然的話這個好像還是沒有辦法 但未來CHARGBT可能會越來越好 那也許更接近我們使用的需求也不一定 但是目前來看好像還是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其次的話 未來如果你要對於Excel之間做資料交換的話 當然我們有提供了一些方式 那當然其中的話你要對於檔案的處理 一定要非常熟練 那衍生出去你就可以再把它跟Excel做結合 那我們今天的主要的時間都花在這個上面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針對串列有沒有 所以我講說串列 然後檔案跟Excel這邊把它做結合 但是因為時間真的太有限了 能講的其實 就是沒有辦法把所有的巨細米講 所以如果假設還有興趣還有時間的話 我建議各位再把它演練一下 然後 因為這畢竟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再消化吸收的啦 那以那個真正要學習的話 像可能還是需要長時間的慢慢講 或我覺得會比較好消化 你們也比較能夠吸收啦 那因為這一期只有12個小時 所以我有一些地方是講的比較快一點點 但是我也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假設你回去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可能就自己再找個時間 那如果假設要問問題的話 我會把影片發給各位 如果你有留意沒有的話 那有問題也許像YouTube下方 也可以稍微留言一下 或者是說 影片我也寄給你嘛 如果你假設有問題的話 然後也可以看怎麼樣再做 如果有需要協助的話 可以再把問題提出來 或者你可以試試看用CharGPT問問看 我覺得這個CharGPT越完 其實我覺得越有趣喔 OK 好那 最後時間好像也差不多啦 不然今天的話 我想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OK 好